前兩年她在參加 是不是如她所說 為台獨背書呢 所以她在 總統有解釋她的PO文說 她過去兩年 她有曾經已經跟蔡總統呼籲過 要改評 但她當年還參加 但是因為對方 置若網文稅今年才不參加 這個理由也是非常奇怪 因為她也參加了兩次 無三不成立 那好歹她也參加一下第三次 那妳前兩次都參加了 說人家不改 所以妳第三次不參加 那妳第一次參加之後 妳第二次就應該要不參加 妳到第三次妳才說不參加 說實話這個理由是 難以說服大家了 今年是蔡英文正內 最後一屆的國慶典禮 是中華民國的國慶典禮 結果不只把所有 中華民國的意象都消失 而且還硬要用 台灣National Day 當成是英文的名稱 似乎連綠營自家人都看不下去 退府會的副主委李文中 她以一個民進黨員 在黨慶的建言投書媒體 李文中認為民進黨 處理國旗兩獎和中正紀念堂等等 對不少百姓而言 都是在不斷地挑戰他們的 記憶感情和價值 這要如何來談團結呢 李文中也呼籲民進黨 應該要更務實地來處理 並且接受中華民國的圖騰 這不就代表著 連綠營的自家人都認為 蔡政府就是要刻意消失 中華民國的意象嗎 那如果不認同中華民國 為什麼要來參加 中華民國的選舉呢 高委員怎麼看 當然這個今天很多人也有指出 包括陳建仁院長也說 台灣national day 一直都是過去三年以來 我們在國慶的時候 所用的英文名字 並不是今年才使用 那過去馬英九前總統 也都有參加國慶日 不知道為什麼今年突然一反常態 認為台灣national day 他就不參加 那請問前兩年他在參加 是不是如他所說 為台獨背書呢 所以大家 馬總統有解釋他的po文說 他過去兩年他有曾經 已經跟蔡總統呼籲過要改名 但他當年還參加 但是因為對方置若網文 所以今年才不參加 這個理由也是非常奇怪 因為他也參加了兩次 無三不成立嘛 那好歹他也參加一下第三次 那你前兩次都參加了 說人家不改 所以你第三次不參加 那你第一次參加之後 你第二次就應該要不參加 你到第三次你才說不參加 說實話這個理由是難以說服大家了 而且今年其他都一樣 中文也是寫中華民國國慶日 甚至還有青天白日 滿地紅的這個國旗在上面 也叫中華民國國慶 對外的名稱都是一樣 完全都沒有改變 所以今年讓我們最質疑的就是 一切都跟之前一樣 怎麼你今年突然質疑起來 難道是因為選舉要到了 所以就突然的認為說 National Day不符合 台灣National Day不符合你的想法 然後突然要大做文章嗎 我覺得不需要在這個時候 刻意的去放大所謂台灣這個名字 而是說過去以來 台灣的國家主權的認同 一直以來 小英總統都致力於最大公約數 也就是中華民國台灣 也希望說大家多專注在 我們的內政 相關的國防外交等等的議題 這些才是對於台灣 真正有實質幫助的 那這個名稱的部分 我覺得今年刻意的做文章 其實可能就是因為為了選舉 故意的去把它分化 所謂的中華民國跟台灣 但我覺得這樣的做文章 其實沒有多大意義 高雄元怎麼看 李文中副主委的談話 當然李文中有代表他的想法 因為他畢竟是退府會 他可能有一定的這個想法 但是多數的民眾 或是對於多數的 台灣的民眾來講 當然還是希望說 除了慶祝台灣的生日 中華民國的生日之外 當然我們也希望說 更加強台灣的主體性 跟對外的關係 那我覺得這個實質的 外交上的進展 才是真的對於台灣的 國慶日有幫助的事情